大家好,这里是原来是这样的频道 今天来到山区 那刚好看到一种植物 这个我们称为台湾野百合 很明显的是台湾的特有种植物之一 台湾的野百合 那其实百合系列在台湾有什么炮弹百合 然后台湾野百合都可以看到 那不过呢,这个是原产在台湾 它的分布非常的广 从海拔零公尺一直分布到两三千公尺都有 那刚好这个是现在应该是在一千两百一千三百公尺左右 那可以看到它 它很有名,很好认 它那后面是红色的那个线条 如果是炮弹百合的话 它就是没有那个线条 所以非常的好认 那这种偶尔会看到,在台湾的山区会看到 那它的花的花瓣是往后凹的 凹一些些凹一些凹一些凹一些些 非常的有趣 那它的 它其实偶尔的时候它会带有一些些香味 那偶尔的时候其实在路边 在台湾的路边都可以看到 那我现在在路边 车一直经过,都有车身 对不对? 好,OK,那就专门停下来拍它而已 这个就是台湾的... 台湾的野百合有人帮它写那个歌 对不对? 百合花也有春天 对不对? 那个罗大佑的歌 好,那这个就是... 它的叶子是这样的 蒸叶型细细细长长的 听说这里的平地也可以种子 如果有兴趣的话 我记得好像也很专门在卖种子之类的 OK,这就是台湾的野百合 那... 雄蕊 雄蕊 交配以后它就会产生种子 那其实... 在野外的地方偶尔可见 如果你有在跑山去的话 好,OK,我们下次见啰 如果喜欢我们频道 记得订阅跟分享我们 那我们下一次有看到 奇奇怪怪的植物 会再分享给大家看 好,我们下次见啰,拜拜